可以先幫我們講一下 昨天在臉書上面有發寫 要一人一姓寄到行政院 要找出是誰在洋網區 為什麼要教大家一人一姓寄到網區 這種一條龍的媒體產業鏈 我想應該要稍微收斂 我很厭惡那種做假新聞 名嘴 PTT帶風向 然後在梗圖 網路上傳 這樣搞下去就國家被搞掉 那你說不要查到自己人就符合 你覺得他們真的會查到一些什麼 我跟你講到現在為止 反正網軍帳號有被抽出來的 到現在為止都是民進黨的 從李柏章 林鋒偉 反正差不多 還有哪一個 楊慧如 反正到現在被抓到的都是民進黨的 市長不問你認識這個李柏章嗎 2014年太陽化學院的時候我看過 你知道他跟張藝燦到底是不是有什麼樣子的關係嗎 應該是有來往吧 不過是這樣啦 李柏章從來也沒有在市府工作過 張藝燦離開市府大概 應該快五年了 對啦 我不想他們應該之間應該是有關係的 那你會現在因為昨天那個小馬他又說 說李柏章他之前涉嫌有一些毒品案的時候 那時候是跟著張藝燦然後說市府好像是不是有包庇這個東西 這個要查才知道啦 因為我剛才講過 李柏章從來沒有在市府工作過 張藝燦離開市府已經很多年了 至於說更早以前 恐怕要查才知道 那是 但會不會現在又覺得就是說 現在因為高嘉瑜這個事情啊 然後現在大家又一直爆了一直爆了 現在連你自己可能也會被捲進去 捲進去是什麼 這是李柏章的事情啊 我跟你講喔 這個還好啦 我跟你講喔 其實我就是不太 為什麼每次都在政治上 你知道 我說 政治上不要喔 不要有太多錢就是這樣 有錢就會 就會 當時有錢就亂花 就這樣 欸 搞網軍要花錢的啦 不過現在連這個張宏志他都主動持續這個國策顧問 不會覺得這個網軍協見 連這個政商高層都捲進去 還有新潮流的段以後 這個喔 這個啊 我跟你講喔 這本來都是黑暗面啦 你知道 現在 要不是高嘉瑜這件事情喔 也不會全部被抖出來 其實我們大概都曉得有這件事情啦 只是說以前都在Undertable 也沒有被我們看到啊 可是市長現在就是講到網軍啊 包含米啊 鄭文柵啊 大家都在喊約 又說沒有網軍 而且自己還是網軍的受害者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我感覺喔 有沒有大家心裡有數好不好 市長另外想問怎麼看這個霸場案喔 1月9號就要投票 那民眾黨的態度是怎麼樣 會支持霸場嗎 還是會挺無常活的 唉 我跟你講喔 我個人是 最近罷免案實在是霸一霸氣 我最近看晚上call in節目 幾乎全部都在那個中俄的那個立委補選啊 問題是 都在那種爬糞啦 那個叫什麼 起底爬糞啦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 不是一個正常國家該有的現象 只是說 當然是這樣啦齁 媒體會這樣做一定是要有效嘛 有人看嘛 但是 比較健康的想法是把它當作說啊這個反正就是台灣民主社會進步的過程的震痛啦 不然晚上我看到call in節目看一看 我覺得實在是 怎麼又花這麼多時間在討論這種 這種鳥事 好啦好啦 就這樣 那霸場民眾黨的態度呢 啊 我跟你講我到現在 基本上我對這種循環抱負我們不喜歡啦 那你說 熱人 我也覺得啊 我跟你講我常常是這樣啦 我到現在為止 我還沒有立場 因為昨天才突然通過 前天啊 昨天通過 我都還沒有想法 市長 因為台北市有一對夫妻 就是謊稱說小房卡不見 所以他們重複多打了疫苗 總共多打了8劑 他們基層組織沒有辦法查個 市府醫是不是應該怎麼處理 是不是怕其他民眾也可能有樣卷樣 不是啊 我跟你講喔 欸這個疫苗不是補針欸 奇怪 又不是營養劑喔 我說打8劑要幹什麼啊 那真的是怪怪的 那打得好像袖斗 那個又不是營養劑打那麼多幹什麼 市府有那個機制可以來防治 不然理論上喔 健保卡插上去 連上膩死你知道喔 就是那個健保資料庫 應該就看得到喔 我回去查查看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市長會支持那個理想手提過報告嗎 我講過啦 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想我啊 好 OK 拜拜